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狐狸猫今天起了个大早 打算到公园慢跑一下再去上学 当它经过公园的草地时 发现布道旁的草皮似乎有点湿湿的 奇怪 最近都没有下雨 地面上也都是干的 那草地上怎么会是湿的呢 狐狸猫蹲下来观察草地 发现有小水滴 一颗一颗的挂在叶子边缘 而且仔细看 水分整整齐齐地在叶子边缘的尖角 感觉不太像是有人来浇水的样子 这些叶子边缘的水分是哪里来的呢 难道是来自植物体本身吗 是在什么情况下 叶子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植物不会缺水吗 在前面的单元里有学过 水是生物体含量最多的物质 也是组成生物体的重要成分 可以让许多物质溶解在里面 成为水溶液 以便物质进行运送等各种生理作用 但水分过多或是过少 都不利于这些作用的进行 因此生物体必须要维持体内水分的恒定 才能有利于生存哦 前面的单元在介绍恒定性的时候有讲过 维持恒定有一项不二法则 那就是不够的就增加 太多的就排除 所以当这些物质进入生物体和离开生物体的量 能够达到一定的平衡时 就可以大致地维持恒定咯 以陆生植物来说 从根部吸收的水分 经过木质部往上运送的过程 除了提供细胞利用之外 大部分都是从气孔蒸散到空气中 狐狸猫这时就有疑问啦 前面学过 气孔是分布在叶子的下表皮 那为什么清晨的叶片边缘会有小水珠呢 狐狸猫你有没有发现 叶片边缘会出现小水珠的时间点 是在清晨的时候呢 真的耶 而且我还发现 这些小水珠都是在比较粗的叶脉末端 嗯真是奇妙 这是因为在夜晚的时候 大多数植物的气孔会关闭 以避免水分过多的散失 但如果这个时候 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太多 或是空气湿度太高 根部吸收过多的水分 却没办法从气孔蒸散 则植物体内的水分 就会经由维管树 送到叶子的边缘或尖端 并排出形成水珠 而这种排出水分的方式 我们称为蜜叶现象 或是蜜翼现象 陆生的植物 由于四周都是空气 而空气中水气的含量 比植物体内少 所以水分就会从体内 散失到空气当中 因此为了避免体内水分 过度的散失 所以在植物体的叶子 和金的表面 有不透水的角质层 树皮等构造 共同维持水分的横顶 说到这边 请同学一起来复习一下 下面植物中 哪一类植物的叶子表面 有最发达的角质层 可以用来防止水分散失呢 A 陆生植物 B 水生植物 C 耐硬植物 D 沙漠植物 正确答案是D 植物金和叶子的表面 有角质层 可以防止水分的散失 而生活在沙漠 这种严重缺水的环境里 植物体就需要有发达的角质层 避免水分过度散失哦 狐狸猫想到 之前体育课 整整打了一节课的篮球 打完之后觉得口好渴 马上喝掉一大瓶水 结果在下课前 就又忍不住地想上厕所 难道这些都是为了维持 体内水分的恒定吗 没有错 人体的水分啊 主要是由饮食中获得 经由排尿、排汗、呼气及排便 来排出体外 水分恒定的控制中枢 位于脑部 当血液中水分太少的时候 血液的浓度会提高 此时会刺激脑部发出指令 让我们的唾液分泌减少 产生口渴的感觉 接着人体就会去喝水 增加体内的水分 同时肾脏的排尿量也会减少 降低水分的排出 可是当血液中水分过多 会刺激脑部 让流经肾脏的血液中 过多的水分被过滤出来 形成尿液排出体外 使排尿量增加 排除身体多余的水分 以维持体内水分的恒定哦 当人体体内的水分太少时 人体会有许多的生理反应 下列哪一种反应是正确的 A 血液浓度降低 B 较高浓度的血液会刺激舌头 使人感到口渴 C 可有饮食当中补充水分 D 排尿量会增加 正确答案是C 当血液中水分太少时 血液的浓度会提高 这时候浓度过高的血液 就会刺激脑部发出指令 让脱液的分泌减少 产生口渴的感觉 接着人体就会去喝水补充水分 同时肾脏的排尿量会减少 以降低水分的排出哦 前面有学到 陆生植物的精和叶 都具有不透水的角质层 可以防止水分的散失 那陆生动物也有吗 生活在陆地的动物 跟生活在陆地的植物一样 通常体表也有防止水分散失的构造哦 例如哺乳类动物 像人类、老鼠等皮肤的角质层 爬虫类动物 像是乌龟、蛇 它们的鳞片或是骨板 昆虫像是金龟子、瓢虫 则是体表具有坚硬的外骨骼 可是像两生类动物 例如青蛙 它们虽然栖息在陆地 但是皮肤无法有效地防止水分散失 因此必须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 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测试一下 你对于水分的恒定了解多少呢 下面哪种生物的构造 无法有效防止水分的散失 A 金龟子的外骨骼 B 蛇的鳞片 C 植物表面的角质层 D 植物叶子下表皮张开着的气孔 正确答案是D 属于昆虫类的金龟子 利用外骨骼来防止水分散失 属于爬虫类的蛇 则利用身上的鳞片来防止水分散失 植物金与叶子的角质层构造 还有树木的树皮构造 功能都是防止水分散失 而植物的叶片表皮上的气孔张开 是有利于植物体进行蒸散作用 将植物体内多余的水分散失于空气中哦 好的 今天介绍了关于植物与动物水分的调节 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陆生植物从根部吸收水分 经由蒸散作用或蜜疫现象排出体内的水分 金和叶子有角质层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陆生动物通常有防止水分散失的构造 例如昆虫的外骨骼 爬虫类的鳞片和骨板 哺乳动物皮肤的角质层 当人体血液中的水分太少时 会刺激脑部发出讯号 使人体感到口渴 进而使人摄取水分 当水分摄取过多时 口渴的感觉会消失 肾脏的排尿量就会增加 课程到这边差不多结束啦 最后给你们一个小问题想想看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在冬天时 人体的排尿量会比夏天时还多 这是为什么呢 给大家一个提示 可以从水分恒定的观点来思考哦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在下方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